先打开那个问题07 那我们的需求是把这个清单 先把它放在甲班上面 甲班这边请各位把那个清单贴到这边来好了 这个清单当然是可变的 以后如果你假设把你有个清单 这个清单刚好就对应到这边的工作表名称 只是说 工作表名称并不是 循着这个顺序 所以如果我今天要循着这个顺序帮我放的话 那你要该怎么做 OK 首先的话当然你第一个你一定要会用到一个 那个物件就训持 训持里面的那个方法叫move move后面的话 空一格后面就是你要告诉他说你是要before还是after 所以基本上那个就是跟add一样add不是有一个是before after 其实里面还有干copy copy复制复制他有问题说你要复制到前面还是复制到后面 有没有比如说你你这边按右键 这边他会有一个复制 按右键有个复制或移动 对啊 其实move就移动了 他会问你说请问你要是 建立副本就copy 移动的话就是你要放在前面还是哪一个的前面哪个后面 只是说这些都是手动的 OK那你如果说你要 比较快速的话当然我们第一个要先在visual base里面 OK做什么呢 那我们就先建一个module module里面的话也许你再插入一个程序名称叫做 移动工作表 然后我们这边 底线叫重清单 这个名称你自己可以取 反正我主要是比较 知道说这个sup是做什么用途 那接下来的话我要写一个程式写什么程式呢 基本上如果我要移动的话 那第一个你可能就是什么 shits 这边的话 点下去啊你会发现的点下去这边 只要是绿色的就是方法 方法就是有点像动作 那属性的话就是他里面 储存哪些方面的资料 像我们前面的点抗争 里面就储存什么 储存这个工作 这个工作部里面有几个工作表 去点抗 所以特别重要 这个叫属性 这个叫方法 那其实每一个物件 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属性跟方法 属性 就是他记录了什么样的资料 方法的话就是他可以做什么事情 所以其实物件是什么 简单讲讲 就是这两个东西 就是 那一般叫做 他的什么物件 的成员 成员 成员就是这些东西 成员 Member 其实就是 那分成两个 一个就是我刚刚讲的一个就是属性 一个就是方法 无论说你今天是用 VBA也好 或者你今天是用其他的语言 像Java 像Python 其实他都有共同一样的特性 这个就是叫做物件导向 的使用方法 物件导向 所以物件我们现在物件 其实充其量 简单讲讲 你就把它当有点像一个零件 拿一个零件 对不对 你今天去买个什么零件 然后里面有什么可以做什么事情 那你就是把那个功能 看要不要打开还是关起来 或者做什么 其中他有个方法 叫move 所以点 点下去有个move ok move的方法 那如果这边注意 move的话 要配合是哪一个要移动 所以你要告诉他说 我今天 假设说我今天假班并不在第1个 假设我第1个 不在第1个 那我要把第1 就是那个假班 移动的话 那你必须 告诉他说 我今天 要把那个假班的部分做移动 所以 接下来的话 你有可能要打一个假班 ok 假班 但在这个地方的话 你也可以用数字 不过那个假班的位置 你要算 有时候他不固定 所以这个地方就比较不适合用数字 比如说你说第几个 1234567 第7个 可是问题 本来就不是我顺序 所以他移动之后 那位置都变了 所以这里的话 就比较不适合用那个位置的顺序 点move OK移动 所以这边的话 点move move到哪里 你要跟他讲说 是before 还是after 那我要移动到最前面的话 基本上最前面一定是before before什么呢 冒号等于 前面是 at是after 最后那一个 如果移动 我先要移动 最前面的话 刚好颠倒 before什么呢 哪一个 讯神 哪一个 第1个 第1个的话就1就可以了 OK 所以这样的话呢 他就帮我怎么样 这一行执行 就会帮我把假班移到第1个 好 那我们可以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F8 有没有 这一行的话呢 把假班移动到第1个 所以F8执行 有没有假班就倒过 倒过来这边 那以班一样 所以 一时类推 但问题是你将来如果说 你要 什么样呢 把它根据这个清单移动的话 那你会变成说你将来要什么 序齿甲班 move before 1 然后序齿乙班 move 有没有 2 那丙班是3 4 一直到13 总共13个班级 所以你会发现 如果你今天 当然你 不会写回圈的人 你可能就是 点点点点 一直怎样 谢谢 这个 假设说我这边 那最后一个就是 亥班 所以你可能 那个 这边的话就是 亥班 然后move到 那个before 应该是最后 那一个 第13个 所以这边总共有13个 所以 这边的话 然后move到13 所以特别注意 如果说我今天这个写完之后 当然你会想说 这样应该可以跑个回圈吧 对不对 跑回圈事情就搞定了 所以如果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把这个东西 改写成一个回圈的话 当然了前提是你 会改了 如果不会改 以后 算了你就是先写出来再说好了 我们当然 以这个来看 通常一定还是会改 不过就是说有时候同学在那个回圈的 概念上面还有熟练度上面 不是那么 强的话 有时候 光看到这要把他改回圈 就是一个很大的难题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功力真的不是一天两天真的可以达成的 但是就是 其实 如果你愿意 我相信这绝对是办得到的 但是就是要一点时间 那多久 可能真的是 需要一点 需要时间 然后多久 不知道可能看知识吧 不过我相信 还是必须要是那种 那个不放弃的精神 真的不然的话很容易就会想要放弃了 太难了吧 这简直 不过我们有机可寻 对不对 这个东西在哪里 特别注意 第一个它在这边 它是在 这个的列号是2 到14 有没有 这边到14 所以你会发现 如果我今天跑一个回圈 4i等于 什么呢 2到14的话 那不就可以抓到这些资料 那后面这些的话呢 刚好他跟他的关系刚好差多少 刚好差1嘛 那你不把他减1就好了嘛 对不对 所以 我们来看一下 应该很 很好理解 其实我觉得很多东西其实并不难 但是就是说你也不要钻你脚尖 其实真的就是要静下心来 然后要把刚刚我讲的东西 很 很 精确的把它写出来 4i等于 2 到14 对不对 Enter两下 OK 然后呢 这个应该没问题 Next 我们已经打N个了 然后呢怎么样呢 把这个 怎么样 复制到这边来 Ctrl 键按住 然后呢 这边就改成什么 这边就改成我的这个 Sales 对不对 但是问题 将来移来一去 那个名称怎么样 那个 那个工作表会换的 所以你一定要告诉我 我是放在假班里面 的I欄 所以特别注意这边的话我们可以 再多增加一个X的变数 干脆用X的变数 然后呢就先取得什么 取得 那个这个东西叫Sales 图成格哪一个呢 第I列的 I欄 OK 但是呢 要告诉他说他是放在哪里呢 放在假班里面 OK 有没有 反正这样的话呢 不管他跳哪一个都会知道说 在假班里面的清单 我可以找到 这个I 那 第一次是一定假班 第二次是一班 那我就把这个怎么样呢 带到这个X里面 OK 有没有 那第一次就会抓到是假班 Move到哪里呢 他这边是1嘛 那我就把他怎么样 用I 减 1 有没有 这样不就符合 上面的条件 所以基本上 下面 是由上面 所 慢慢推敲出来的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写程式 不太可能说一下回圈 就把他很快 变出来 那但是没有关于你就是有一个过程 反正就推敲嘛 你就知道有这个 过程之后底下的东西也写出来 但是 有些时候我们放在云端上面的程式 可能就是只是刚才看到这个结果 但是我没有告诉你上面这个东西 因为有时候觉得说好像上面都 可能我们写习惯的人会觉得 这好像没什么好讲的吧 反正就是这样就变出来了 所以会 会写的人都会想跳过了 那不会写的人觉得上面是非常重要的 可以懂的意思 所以以后 记得就是说 你还分阶段没有关系 反正最重要是你要把程式写正确 那 做完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来让一下 上面这部分就可以把它注解掉 所以我讲过 这边可以有个编辑工具列 你可以把这个范围 不要删掉 可以把它变成注解 那接下来的话就来跑跑看 所以接下来一样 我把甲斑随便移个位置 让他就是跑跑看 所以第1个 诗青 第1个的话 X他会先抓到甲斑 甲斑 把甲斑移到 第2-1 就是移到第1个前面 我把 看一下 甲斑移过来了 他本来在这里移过来 在下一个 下一个的话 因为I已经变成3了 所以他会抓到什么 抓到乙斑了 所以 这个时候的话 X里面就是乙斑 乙斑帮我移到3-1 刚好移到第2个的前面 所以就移动到第2个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目前的乙斑就移到这边了 那 甲斑因为你看清单这边 因为他在 就是在甲斑 所以你会发现 因为我们这边有加一个跨工作表的叙数 所以无论他怎么切都还是找得到那个清单 这个还蛮重要的 然后在下一个可能就是在下一个 应该是哪一个班 丙班吧 然后就把丙班 帮我带过来 然后呢 一样 逻辑都一样 所以其他 我就让他跑跑跑跑 全部跑完了 OK 那这时候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是不是完全符合 我们要的结果呢 甲斑 他基本上是在第1个 所以你check一下 他在第1个没错 乙斑 丙丁 骇斑在最下面 所以基本上有没有他就按照我们要的 方式去移动了 所以以后如果说你有那个大量的工作表 需要按照某一个清单去排序的话 那你可以利用这个范例很快就做完了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未来如果说你今天你可以怎么样 再把 资料有没有 像这个 这个清单 如果你今天要按照 笔划排序的话 按一下 有没有 乙斑 到 跟班 笔划由多到小 那如果你现在再把它乱一遍的话 你会发现 他应该是 就按照什么 乙斑 清单在这里 乙斑到 跟班 有没有发现 所以如果以后你要按照什么 笔划排序的话 诶 这样子呢 他也可以 只要清单改变 结果就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那 这部分的话 城市在云端上也有了 所以你刚刚如果细节上 有点不太清楚的话 可以参考那个云端第九单元里面的 那个城市 用木笔方法排序 来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木笔部分 那其他那个 就是像 木笔其实蛮像 利用那个像什么add add是 放后面 那 木笔刚好是放前面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而且你可以先第一阶段 先了解一下 甲斑乙斑 等等的 移动到哪个位置 熟悉木笔方法 接下来呢 再跟回圈做结合 OK 那这一题当然主要重点就是 如果你有个清单 你希望按照那个清单 去帮你排序的话 OK 试一下 那待会的话呢 这个部分完成之后 我们待会再来看 就是说 阿罗可杨之前有讲过 再来后面的话呢 我们就是 第二个部分 我们就是来看 那假如说我今天并不是要 单 这么简单的 顺序排列 而是希望 把 甲斑 到那个 骇斑 把它做什么 转存成工作表 就是说 如果你有大量的那个 就是工作表 但是问题是 比如说有12个班级 那如果你今天是 教学组长好了 那你如果说你要把 每个班级的成绩 给每个班级的导师的话 那会有个问题 你不能把这个档案 给每个导师 因为每个导师就会知道 其他班级的状况 对不对 那这样的话 会有竞争 那种 这种公平性的问题 所以 假如说我今天 给各个班级的话 那应该是把它分割之后 假设假班的导师 收到应该只能看到 假班的资料的话 那势必我就需要分割工作表 比如说把一个工作 一个工作部 里面有12个工作表 那我希望 快速的帮我转存成12个档案的话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 等下再来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